其實首先我們先說一下 這一次全代會 你可以看好像哇 好像一家親哦 好像就是好像大團結 但其實我有另外一個觀察點 想跟大家分享有兩個 其實這個 你說整個大團結到底有沒有破綠 我覺得第一點 第一個很重要的 你記不記得王金平當初 拉著侯友宜在那邊幫他辦後援會 但是為什麼他沒有出現 他說因為地方的宗教事宜 所以他沒辦法出現 所以第一個大團結就看不見了 為什麼客觀的觀察 因為你金普聰跟馬英九 馬金當初你們的恩怨是不是有解決 沒有解決的話 你說跟王院長那時候 所以你沒看到王金平 所以等於說整個國民黨真的大團結了嗎 我覺得打上一個問號 第二個問號是 好挺郭的人花蓮縣長沒有來 然後再來三個議長通通都沒有來 而且這議長還是說 可能會暗地裡要幫忙連署的 所以你說真的國民黨真的大團結了嗎 還是說真的就像人家說的 其實剛剛那個委員有說 因為我們昨天跟指責上節目 他說其實侯友宜每一個動作 我們都是C好的 我們通通都有所謂的 人家就表示有多認真 對他有多認真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看到 為什麼要這麼多的小動作 為什麼要這麼多次的咬耳朵 然後韓國瑜留下了一句 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 很重要三次要講三次 很重要要做自己 為什麼就是看得出來侯友宜 其實整場他是不自在的 他是被安排的 他是被setting過的 所以說在這裡為什麼侯友宜會跟他說 你要做自己 因為你看 當初我本來以為郭台銘的存在 對侯友宜是個傷害 但是我現在認為 反而是現在郭跟韓 對侯友宜才是重重的傷害 因為你看剛剛 其實很多前輩都說了 接下來如果說他真的把他排在第一名 你到底是在拜託他 還是在折騰他 還是洗臉韓國瑜 你覺得真的把他排在第一名 這些韓粉能接受嗎 對於韓粉來說他就是我們的總統候選人 你怎麼這樣子消耗他 把他放在不分區的第一名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反而是會激起更大的震盪 你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高招沒有錯 但是同樣的這種東西本來就是兩面刃 如果你真的把他排在那邊了 韓粉他真的要聚集 我覺得很困難 因為韓粉你看嘛 每一個場合你只要把韓國瑜找來 我真的覺得你賤不如不要賤 為什麼這樣說 一開始沒有賤 大家還覺得說啊 沒關係好侯友宜還可以再努力 但是你現在見了 每一場場場場都是 韓國瑜選總統 這對侯友宜來說多傷 沒有沒有 如果把他擺在不分區首位 下面喊的是不是就是立法院長 韓國瑜動算 不會喊韓國瑜 當然也是韓國瑜 所以這對侯友宜來說一定是很傷的 院長韓國瑜總統侯友宜 不分區第一名不用喊動算 所以我覺得在這一塊其實反而是小金 就像我之前在節目上跟游蘇惠 那個蘇惠傑有講到說 現在那個金小刀 金老師他其實真的就是在顧韓國瑜 他沒有在顧地方選區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開始慢慢要限策 就覺得說 韓國瑜可以帶來什麼樣的效應 等於說今天這隻母雞 地方小雞可能是棄手 如果照你們這樣講的話 韓國瑜來跟侯友宜對 大家都知道不要講侯友宜 憑良心講中華民國的政治人物 你說哪幾個站在台上 下面能夠一呼百諾 一隻穿銀劍千軍萬馬來相見 我不知道你舉跟他可以排在一起 還有誰 你說以前還是現在 現在應該沒有 現在沒有 只有他又有一個宋楚瑜可以勉強 以前有一個宋楚瑜嘛 再找阿扁我想大概有 可是現階段 你告訴我我就講 你不要講說對侯友宜 講侯友宜不公平 中華民國到現在 我想不出哪一個政治人物 有跟韓國瑜一樣 像這樣一些媒體 但是相對來講 你們講的也是個麻煩事 那我跟你站在一起 我畢竟就是總統 後來一定我是老大 你老站在旁邊 下面喊你的名字 重點是把他放部分去第一名的話 那韓粉就有遐想說 他會當院長 然後呢 第一個小雞 席次一定增加時薪 第二個總統的盤 一定從一字頭變二字頭 這是基本概念 盤變大了 就委屈一下 在現場的時候 你們喊他 我當沒聽到就好了 他票變多就好了 這五哥 我其實是想要說一下 為什麼你看 每一場這麼多場活動下來 包含到大團結 大家討論的不是侯友宜 從頭到尾都放棄侯友宜 為什麼我覺得 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點 為什麼民調繞不上去 是因為侯友宜 他的人格特質 他已經被定位成 齁齁齁齁齁齁齁的地方首長 所以他沒有 人家會覺得 有沒有一點財不配位的感覺 可是對柯文哲來講的話 柯文哲會不會也說 因為每次大家講 只要郭台銘出來 那民調你確實可以看得出來 那個民調被拉掉最多的 就是柯文哲 確實 我覺得在這個可以觀察一下 因為現階段 你看不管是三喀都 還是細喀都也好 柯文哲他還是在穩定上升當中 也許會有一點點小波檔 但是他其實還是持續的穩定當中 很多人會覺得 你們覺得笑什麼 最近講這個你們笑什麼 你要想 沒有看到穩定 下降 真的下降的其實要小心侯友宜 他真的是一路這樣往下跌 你可以看到柯文哲 柯文哲他其實在當初 他在最早才是十幾% 他現在是翻倍的成長 也許會有些波檔 那當然你在活動上面的 有些波檔 我覺得是難免的 但是民調的趨勢 現在看起來 確實柯文哲 他正在激起直追賴清德 那賴清德他的天花板 其實就在那邊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 你反而要去觀察的是說 侯友宜接下來 是不是還需要別人繼續襯托他 如果襯托不起來 是不是會被他們黨內 其他的心情給碾壓去 我覺得這才是侯友宜 他要特別擔心的地方 現在看起來 我現在看起來的話 對於郭台銘來講的話 一種有人講823炮戰 會不會到823的時候 823那天他會在金門 侯友宜說也要到金門 大家都到金門去 就知道一定是要搶藍營的票嘛 要去展現出那些勝貨 我也不知道 郭台銘傳八月重大宣布 會不會就是在823那天 不知道 可是這每一局 對侯友宜來講的話 都是驚心動魄的一局啊 我覺得對柯文哲 可能還是驚心動魄 因為823可能是郭台銘 反攻柯文哲的機會 大家不要忘郭台銘其實跟金門的感情非常深 包括他的金門和平宣言 包括那時候贏城光的時候 不是跟柯文哲兩個手牽手看月亮嗎 是 這一場這麼浪漫的看月亮 結果後來透過媒體變成是 郭台銘連續打了五通電話給柯文哲 然後非見不可 所以為什麼隔天郭台銘說他昨天喝醉 所以他忘記那個事 明明那麼浪漫的一個看月亮的故事 後來被搞成事他都要忘記了 就是因為不爽嘛 本來應該是浪漫的 結果變得好像我是恐怖情人嘛 所以對柯文來講 這件事情金門的這個記憶 對他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挫傷 那現在機會來了 剛剛講到民調嘛 那像我們之前看那個 台灣指派的民調 三喀都跟四喀都的情況下 四喀都就要發現 只要郭台銘出來 他影響最大的其實是柯文哲 相對侯友宜掉兩趴 柯文哲掉了整整七趴嘛 所以這裡面就已經很明顯的是說 然後加上郭粉跟柯粉的凝聚度 又比較高 現在變成是郭台銘堅持選到底 最怕的可能是好 可是現在看起來 剛剛來賓也都講說 郭來講的話 是不是民眾也有些不耐 不耐的結果你的民調 對小平來講 剛剛的說法是說 你畢竟不是大黨啦 所以你就會被邊緣化 他最近幾個民調 也確實是往下 你一路往下 所以為什麼媒體上有講說 國民黨現在就覺得 你根本不成氣候 我不需要再管你 我跟你講你微微微到最後 你就自然微下去啊 那我還有什麼 所以我說823反而是郭台銘 炮打柯文哲的時候 現在變成是柯文哲要來找郭台銘 我跟他講 國民黨已經基本上 跟郭台銘已經是漸行漸行 所以然後加上如果韓國瑜 如果有一些合作的空間的話 他的票慢慢會回去 雖然回去的比例就不高 因為國民黨本來 我們看民調 國民黨也不過就23趴 可是問題是 即便是23趴 那侯友宜現在20嘛 他慢慢往上轉 侯友宜現在能拿到的 那個國民黨的票 大概就是六成多 所以只要他慢慢的 國民黨那邊慢慢的 他雖然沒有辦法多高 但至少20幾次跑不掉了嘛 那今天變成是你 柯文哲危險 因為當郭台銘出來之後 你的27可能就不會那麼多了 你會往下降 所以你勢必得跟郭台銘 進行某種程度的合作 那這時候 拍誰合作 過去是你說 不敢接郭台銘的電話 然後說民眾黨人聽到他都會怕 起碼變成是 拍誰反而是你在823那天 你是不是你柯文哲對我要有一點一定的友善 因為如果你對我又不友善的話 我公民連署 9月開始我就下去了 而且如果823大家覺得說 郭台銘就在那邊又被欺負 我覺得侯不會欺負他 侯現在就是遵郭 他們現在就是說 遵郭還是不理郭 表面上就是 不理郭 但是該有的那些 心裡還是尊敬他 你看整個全代位國民黨都不提到郭 完全提到不酸 酸也不酸 以前可能會酸他兩句說什麼 陳欣憲都不講 就是說 就直接把他邊緣 某種程度上也是遵他 表面上遵他背後是不理他 因為對他們來講 郭台銘如果真的選到底 逼著柯文哲 現在就是不是給大家來抱團 取鬧一下 不然 你在自己講 如果郭台銘真的沒有選的話 那柯文哲第二名 第二名最後氣寶是氣候寶科 當然 但是現在是大家 郭台銘下來把大家拉下來以後 欸 抱歉 那這個這裡面的抱團取暖 誰跟誰抱 我覺得到時候 可能在823那天變成是柯 勢必得賣郭的聯合 所以要回應一下嗎 老師借我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現在賴清德是36.4 然後侯友宜是20.2 其實這跟之前的聯合報的社論 他就是國民黨基本盤 就是20%左右 其實是吻合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現在賴清德跟侯友宜 基本上就是藍綠的基本盤 已經歸對了 那現在你看 柯文哲為什麼在郭台銘出現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震盪 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觀察的點 就是知識欄 應該說經濟選民跟中間選民 其實就是在郭跟柯兩邊 開始在友誼 所以你會看到裡面 其實這份民調裡面有另外一個是 不願意表態的中間選民 還有25% 所以等於說有四分之一的人 是現在柯文哲要去積極爭取的地方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郭台銘的出現 他會有一些動盪 就是在這邊 他等於說他是知識選民跟經濟選民 他會看他不管怎麼動盪 就是動盪到底 當然一定是會動盪 所以現在柯文哲他我們立足 北台灣 然後決戰中台灣 我們現在要拓展的就是南台灣 所以你會發現柯文哲現在全台灣 各地開始跑 台灣選擇自由會已經慢慢在擴張了 所以說在這一塊到底如何 就是在藍綠之間 我們夾縫中求生存 我覺得中間選民這個 反而是我們要記憶支持的 你知道黃老師一直在講的是 最近媒體上面一直在傳的那個氛圍 就是國民黨盛獲希望郭出來 你出來以後把 把那個一大一中一小 變成三個小矮人 大家是三個小矮人 記不記得黃建廷 我們昨天在講 黃建廷為什麼要在國民黨全代會 直接告訴你 國民黨資產202億 黨員45萬 他就差沒告訴你 14個限制首長 三個小矮人裡面 我最大 那你們要怎麼樣 柯文哲你比我多兩趴 手 大家來談嘛 我地方組織這麼大 你知道那些話 每個句話出來都是有含義的 黃建廷老師剛剛講的意思 當大家變成小矮人 好 關鍵 那個小矮人最大的重點 關鍵就在郭 郭身上 你剛剛講說到目前為止 他會選到底 媒體講說 八月會有重大宣布 他是說八月中旬啦 那你不知道八月中旬 可是他真的如果 像你剛剛也講說 他目前看起來 確實有被邊緣化 也會威脅 他的意志力這麼強 他就一定要選到底